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接下來是我們營養師百聞牌喔 那今天的話為什麼又多了拍一集我們的百聞牌呢 那是因為我昨天在打牌位的時候 被一套隊伍給他打爆喔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就在玩我們的不知火的隊伍嘛 對不對 結果後來的話我想說用不知火的隊伍 然後後來是配上我們這個判官嘛 結果呢 我遇到一隊超級無敵可怕的隊伍 那後來的話呢 我就去組了一套跟他差不多的牌 因為我的牌也沒有說太多啦 因為上次抽了我們的56包有抽到一些角色嘛 但是也沒有說非常的多 而且我還花了4800去合了那個 輸翁的那個覺醒卡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最後就組成了我們的一套新的套牌 也就是我們這個 有沒有喔 燕燕羅再配上我們的這個日和訪跟我們這個輸翁 再加上我們新幫主的這樣的套牌喔 那最愛說這套牌是打到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要吃我們這一張喔 要吃我們輸翁的這張覺醒牌 也就是這個本局回合結束的時候剩餘的卡牌 就是我們抽到卡牌沒有的時候 他抽的下一張黃金牌就是我們的 就是會加10點傷害給對面的東西喔 所以就算是一個就是一直抽牌的抽牌流啦 但是是比較進階版的抽牌流 之前我有拍過抽牌流的影片 但是是用一些我們舊版的角色嘛 但是這一次的話我們新卡包的話是 出了我們的燕燕羅跟我們的日和訪 所以我就用上了這兩隻角色 那燕燕羅主要來說的話就是他可以用一個我們這個 暴躁鬼啊跟我們這個貪死鬼來做一波就是 大攻擊他只要有我們累積那個燈籠的那個效果的話 就可以就是打出一些還蠻可怕的傷害 而且這個傷害的話 三道暴躁鬼這個是投射傷害 所以是可以直接打到我們就是排手的 所以非常噁心喔 然後再搭配日和訪的這邊的覺醒卡的話會非常噁心 因為他在那個日和訪絕情卡的話就是有一回合就是 每一回合開始第一次四神消耗的這個燈籠是不會消耗的喔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們疊到最滿的話是10嘛 我現在目前看到好像最高就是10喔 然後10疊滿的話我們這邊爆炸鬼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呢 是不會扣我們的那個 燈籠的喔 所以如果你有兩張爆炸鬼的話應該是爆炸鬼的話 你應該是直接可以給予就是對面排手 超級無敵大量的傷害這樣感覺囉 那顧名思義我們這套牌的套牌是我們抽牌流嘛 所以抽牌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邊主要打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新幫主的禪心 因為禪心只要就是當我們就是角色恢復生命的時候呢 我們會抽一張牌嘛 所以就是用禪心來抽牌 然後再加上我們日和訪的話基本上他的那個效果就是 他只要那個就是 每一回合都會扣自己的生命啦 然後像第一張的這個 起情的話呢基本上只要回合結束就會抽一張牌 所以一回合等於可以抽兩張牌喔 如果配上我們那個就是 新幫主的補血的話所以就會很不錯 就是一直抽牌一直抽牌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套隊伍 基本上是打不死我們的喔 因為我們有這個情雨的話呢 就可以一直每一回合回復我們三點生的那個生命值 所以他只要打我們的牌手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情雨來回血 那回血之後的話呢 我們的 青幫主這邊的話效果就是回血都會給對面的傷害嘛 那如果配到我們這個 覺醒的這個青幫主的話就會全部敵人受到一點傷害 所以你就是一直不斷去扣對面的那個敵人的血然後 你還可以就是順便補血然後再抽牌再抽牌然後把牌抽光之後呢 我們的所有覺醒的那個 這個牌就可以幫你打出一些不錯的一些效果喔 所以後來的話我是組成這一套套牌啊 但是這一套套牌的話基本上最貴的大概就是我們的 其實蠻多的啦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就是 多抽一些卡牌然後再研究一下要不要玩這個隊伍喔 那我們這邊就來實戰打給大家看一下這套隊伍 在實戰上面的話一些使用的方法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牌組的那個 打法跟威力喔那 這場的話對面也算是一個疊牌的啦 那如果能夠讓我們到三沟的話呢應該是 還蠻有機會的然後我們要看一下初期喔 那這套牌的話建議大家一開始可以先找一下就是 幫助我們抽牌的角色啊比如說我們的禪星啊 或是我們的一些那個牌好不好 像這次的話哲平就是 很衰 但是我們這邊有一張那個鷹鷹羅的這個 撲錯迷離的話那就還好那麼一點點 至少可以先撐住喔那目前來說我們前期如果沒有抽到禪星或是起星的話 都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因為你就沒辦法做一波什麼的那個 攻勢這樣感覺喔就會比較 尷尬那麼一點點啦所以 這套牌的起手的話呢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拿到一些能夠抽牌的東西因為你沒辦法抽牌的話你就沒辦法使用我們就是 蘇翁的最終的那個就是覺醒牌喔會比較麻煩一點點這樣感覺喔 好我們這邊鷹鷹羅先出來 那鷹鷹鷹羅這邊主要來說就是幫忙擋個攻擊啊然後讓我們度過一個前期的那種感覺就是盡量先不要 然後就是拿他去攻擊啊或怎麼樣就是做讓他做一波就是主攻的一個階段喔那我們這邊 真的都是瘋狂山鉤玉的牌啊這樣我是要怎麼玩那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好不好這個我我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如果再沒有給我那個禪星或是洗琴的話我真的 洗手就是超級無敵爛你看現在全部都是山鉤玉的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但是我們基本上的話呢這套套牌就是 打一個補血補血補血啦所以基本上其實 呃 只要我們不要死喔我們都有機會搬回來那種感覺但是他如果一直給我這種牌啊我真的也是沒有辦法好不好我是真的沒有辦法 但待會我們二溝的時候可以先用個蘇翁啦看一下能不能先用蘇翁然後來做一波公式這樣子喔 哎也是一個 真的是很麻煩喔我是說真的是很麻煩這一場的話我們真的是有點有點慘 有點稀稀的這種感覺喔 啊那待會的話呢我會選擇先用那個 蘇翁抽牌然後再用莫蘭把那個 把我們的那個誰啊 先把我們的酒吞炸掉喔 不是酒都先把我們慈目炸掉先不要讓他就是 拿到那麼多的那個攻擊力 好都沒有都沒有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你看我現在 滿滿的全部已經有1 2 3 4 5 6 7 7張 7張這個三勾牌了欸啊是我要打什麼 哇我是要打什麼 可以告訴我嗎 欸救命喔 我沒有辦法欸 不是啊我怎麼運氣這麼爛 這 這太誇張囉 這真的太誇張囉 你來個抽牌的或怎麼樣都好吧 有一個補血的啦但是這張的話用起來會比較浪費一點點喔 太誇張了啦 沒關係我們應該還是可以先 渡過一段時間喔 太扯了吧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的抽牌真的是太扯了 這邊我們可以先清除但是先不要清除我們就先 就先領刀吧好不好 先被打死啊 氣死我了 哪有這種的 呵呵 我們這樣真的是 頗衰呢 真的是頗衰好不好 而且很有可能會被直接他一波灌倒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了 我覺得真的是太扯了 補低傷害 哇 這個 不妙啊各位 不妙啊 難怪我昨天去看一下那個打敗我們的人我想說奇怪他這麼厲害的話他應該不太可能會 那麼的容易 輸掉或怎麼樣之類的結果 沒想到原來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抽牌啊 沒有抽到這些東西要怎麼辦啊 真的是 我沒有辦法吧我們先拉高血量吧先拉回來也只能這樣子 好然後 我們再把他的那個 再把他這個變回原本的樣子喔 那他傷害不要那麼高25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有點扯耶 哈哈 我們的運氣怎麼拿米的差啊 那這樣真的是 頗尷尬喔 我們應該會比較快進 山溝 進山溝的話我們音樂如果召喚那個分身出來應該就可以再抵一段時間了但是我覺得應該也是沒辦法抵太久 啊 如果他再這樣子不給我東西的話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抵太久喔 好護盾然後他要用刀砍了吧 哇 這一波大力的啊 那我也沒有辦法啦 好痛啊剩十滴血啊 目前來說的話也只能先叫鷹鷹螺出來了 真的是有點扯耶不是我在講 真的太扯了 五孔不入先造出來然後 明星啊 先出出來了 先看一下能不能幫我們選一些牌啊不然真的是真的是太扯了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是有點扯了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了那人家一開給我那麼多三勾玉的牌那我真的是 比較麻煩 我待會要把那個 血量趕快拉回來看一下能不能拉回來啊 好這邊六八 哇 好 但是我們這邊會一直復活啦所以是還好啦 然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先補點血喔 他應該待會是要那個了我覺得他應該是要那個了好不好 他應該要使用那個什麼鬼了 那我現在的話應該是要 偷這個爆炸鬼 然後我們先用 日和坊來 來那個 先用日和坊來幫我們補個血啦 然後 我們就先這樣子然後用這個炸他 基本上是可以把他給炸死了而且還不會用到我們暴能喔 所以我覺得山溝才是我們的世界啦好不好 山溝才是我們真正的世界開始所以應該是 蠻ok的 我就看他敢不敢上來然後我們會一直補血 最主要是我們補血之後的話我們的那個 青綁組可以一直炸 但是對面有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桃花妖就會比較尷尬好不好 會比較真的會比較尷尬好不好 但沒有關係我們待會可以再把我們的那個青綁組補上喔 補上去應該是蠻好的 然後看一下該怎麼辦 反正他只要讓角色上來呢我們是有機會可以直接那個 用我們的那個什麼 用我們的爆炸鬼爆炸鬼給他 殺死了喔 沒有關係我們現在的話基本上我們各種的那個 可以補血喔 他拉誰 拉菸菸蘿吧對拉菸菸蘿 這個就 就有點麻煩了好不好這個就有點麻煩了我是說真的 啊啊啊啊但是我們還可以補血啊還好 繼續補 然後打好不好繼續補繼續打 好沒關係 這邊的話呢 比較尷尬的是我們焰焰蘿沒有東西可以擋啊這邊是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的東西但是我們至少還是 有機會可以做點事情我覺得這邊太誇張了就是我們的那個 沒有什麼那個好不好 沒有什麼那個拉 哎呦 怎麼會這麼衰 沒有什麼抽牌角啊那我們要做抽牌幹嘛對不對 好先打兩下 然後補血再打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大概 就只能再撐了好不好 補血 再打 但是現在桃花妖真的會對我們來說會比較尷尬喔因為桃花妖會一直那個 會一直幫他們補 然後菸菸蘿這邊的話我只有一張那個 我只有一張那個就是 能夠召喚我們煙霧的出來的喔 就比較麻煩了 但是我們這邊可以一直炸他們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昨天輸的一個地方啦就是一直這樣炸一直這樣炸真的是非常噁心喔 好我們這邊的話先來用一個 殘星吧 然後先萬象一下 看一下還能不能抽到我們的那個 虎孔不入喔 好這邊是 佛香 好沒關係我們就繼續 然後我們就把抽牌 抽牌留著就好了這邊 不用那麼的著急 齁不用那麼著急 除非他把我們一包灌死啊不然基本上我們應該是 不用太擔心的我們可以慢慢來 哇但是我覺得他那個桃花妖也是有點麻煩 他會一直幫自己補血喔然後他的攻擊就越來越高 那也不是一個好消息看看該怎麼辦 oh my god 我覺得我們那個煙煙被拉上來真的是太誇張了 那個真的很機車好不好 有夠機車68 他應該要上來直接打我們好不好 反正我們這邊沒有關係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日和訪會一直補血好不好就是一直回血一直回血就沒問題了 然後再把卡抽掉這樣子 好燕燕羅來了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這個可以召喚 我們先拿這個變身的好了啊我有兩張變身啊所以其實還還不錯好不好 這邊 然後我們再用爆炸鬼把他造炸掉好不好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那個哎沒有炸掉啊87啊 啊沒沒沒關系我們親房子會炸掉 還行還行好不好這邊還行 我這邊放兩張這個那加上這個撲碎母儀我真是天才好不好 我們的燕燕羅 就算沒有那個好不好我們還是可以就是努力的往前進的這邊是沒什麼太大的事情 好不好應該是ok的 只是我現在很擔心的就是 我們到底能不能撐到 最後十張牌啊我們就慢慢繼續抽 哈哈 其實初期應該就要抽多一點牌出來啦只是這邊的話真的是 比較比較小尷尬一點點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那個東西可以抽 然後當我們沒有被打到的時候我們就沒辦法對他們進行攻擊所以也是 很麻煩的一個 局面就是了喔 好沒有關係我們就直接繼續 我們就跟他拖到最後就對了好不好 好這邊的話沒有問題 就拖到最後面就可以了 好然後 這邊 就直接過反正我們會有那個好不好我們會有燕燕羅 他只要打我們我們就可以繼續的一直對他們進攻擊我主要來說就是要把我們就是 排號到我們的那個 十張以下這樣子喔這樣我們就可以打出很多的那個 就是他沒我們每抽一張牌他就會扣十點傷害啊所以這部牌我真的覺得非常有趣而且你在這段 期間的話你也可以去消耗別人這樣子喔 又是我們的燕燕羅拉你好啊 安安 他我是其實還蠻希望他可以一直打我們的因為他只要打我們的話我們就可以用日合房補血了 但他還蠻聰明的 他這個如果沒有辦法一波把我們灌掉的話我們應該是可以就是 打得很high的那種感覺喔 好沒關係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把那個 一些東西給他弄起來喔 我們現在有超多張補血卡了這邊是不用擔心我們會不會死的那種感覺喔 幾方充能的東西那我們就讓我們自己獲得更高的東西吧一直這樣子 先拉高一點點喔 他只要不能一次把我們灌死 好不好我們就可以跟他耗到爆 我們這邊就是一直瘋狂拉血量一直瘋狂拉血量然後把他給打爆就好了 因為他這邊的話他的是他角色是沒有辦法補到他的牌手但是我們這邊是可以的喔 來了來了來了 他要他要做最後一波結戰了 他那個疊起來的話會非常的噁心 但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們還有燕燕羅 哎他這邊的話就是讓我們就是有機會打他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是不用那麼擔心的燕燕羅繼續出來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 文士這些東西的喔 爆炸鬼對敵方造成傷害文士這邊的話可以出去打 他待會的話是翻倍是12嘛對不對 12的話呢我覺得他可能會戰戰鬥區 那我們戰鬥區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用 貪死鬼把他爆炸掉吧應該是ok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不是 就是要先出燕燕羅的分身了 有點麻煩哎 反正我們應該我們賭下一回合不會被他殺死 賭他不會被他殺死 不會被他殺死我們就有機會好不好 應該是不會而且我們還有默然好不好 我們還有默然 他除非有三勾的那個 哇靠他補到他 那我就比較麻煩了 地獄之手再加這個的話兩下28我們應該還不會死 對還不會死 拜託不要死哎不要死的話我們還有機會再拉回來 哈哈哈 救救你了 五滴 他應該還在蹲對他也在蹲 他還在蹲的話那他就不行了好不好我們來 讓他看一下什麼叫做噩夢 你還要蹲的話呢那我們就 讓你先死一下啊 這邊我們先看一下要怎麼做 這邊每一手都非常重要 反正我們最重要就是要先把那個 石木先給他炸掉 炸掉的話應該就沒有什麼事所以我們就先 抽牌 兩張 然後 這邊的話先輸哦 然後 就這樣 然後再打 咚 好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黃金牌出現的時機了 所以這副牌的話我覺得真的是 頂好玩的啦 真的是還蠻好玩的 他只要不要一波把我們給帶掉 我們基本上就是可以一直一直補一直補 套 他應該是沒有辦法 他爭回來的話應該只能打一下而已我們還是有機會哇 他這個也是也是厲害哦 復活 那沒有關係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已經抽到最後一張牌了好不好 這邊他只要上來一隻我們也如果把他轟下去然後 應該就可以再再打出不錯的傷害撐住就好了 好 他慢慢疊了他沒有那一張就是讓他恢復到這場最高哦 抽牌 扣10滴 啊沒關係那我們這邊的話 沒有辦法抽牌了 那我們就只能先 先用那個 煙煙羅上去擋了 我們還有這張 然後我們還有文士 好不好 雖然他有翻倍但是我們應該是ok的 我們的血量 滿的話我們就不用擔心了然後他下一回合 他就會被我們弄掉了因為我們下一回合基本上 我們再抽一張牌 他就會直接10滴被我們打掉 所以這就是這張牌啊這部牌最麻煩的地方你根本就打不死他啊 然後就是慢慢的他就會拉回來而且我這場前期算是 抽牌那些角色都沒有到不然我們應該 牌池會更快空哦 所以這部牌就是 昨天我用不知火打別人的時候被打爆了牌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玩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都可以來組一套 我真的還蠻好玩的 尤其是那個 清房主在搭配我們那個日和房哦真的是有夠誇張 好打掉但是沒有關係我們不會死哦 不死然後我們抽牌他就會死了 因為我們再抽一張就可以打他10滴 就沒有問題了 除非他有一個翻轉的東西啊但是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他剛剛就是翻轉大概就是剛剛覺醒牌了 他如果有再加那個讓他的攻擊回復到我們上 就是原本最高的話那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他在做 最後的掙扎了 我們這場應該是直接獲勝了 所以這部牌的話我覺得就打得非常輕鬆啦 因為像有時候剪影片的話這種牌就很適合我玩就不用去 太多思考的東西就是努力把牌抽完就可以了然後 只要日和房跟清房主都有 一開始先抽到我們的起情或是 產星的話呢 就是牌庫耗的就會更快一點點 你就不用那麼擔心你就是抽不到什麼牌這樣感覺好10滴 還有嗎 遠程吧 應該是沒了吧 不要跟我講說你有什麼最後翻牌的手段哦應該是沒了吧 好 拉進來 他拉這隻 他其實應該要拉的是 應該是要拉拉拉應該沒用了啊應該也沒用了 好啦我們贏了這邊的話最後一張牌 抽起來打10滴 再見了 隊友不是對手好不好沒有問題 所以這部牌真的就是很好玩我覺得比之前的那一套我們一開始先介紹的那個抽牌流還要再好玩一點點因為 他可以給你很大的一個就是 安就是安穩的那種感覺因為他不會讓你就是太容易死 你只要好好的運用我們那個 新綁組的那個補血牌的話應該就不太容易 被打死這樣子哦 只是我覺得 手算還是很重要啦因為 哼 我這邊的話真的就是比較尷尬 我剛剛一開始真的是全部都抽到我們三溝的那個牌那 就沒有什麼可以去 做太多的應對這樣感覺囉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跟他介紹一套新套牌 又是我們不夜之火這邊搭配了我們鷹鷹螺跟我們日和榜的一個 抽牌流的過牌流 我覺得真的還算是蠻好玩如果大家喜歡的話都可以去煮煮看了 那就我們今天這個過牌流真的很有趣的話可不可以評點個喜歡了 那每一張視頻中的12點跟我的收聽到晚上 喜歡的影片讓大家看一下啦 那視頻再見囉大家拜拜啦